喂,大家好,我是余岳峰 今次又是打手器的时间 在打手器里面我会尝试去介绍一些我认为很好看的 或者值得看的科普书籍 当然这些是我个人的喜好 我尝试去做一下打手 免费的打手就介绍一下给你听 今次介绍的这本书就叫做 The Quantum Man 是费曼 一个我非常厉害的科学家 如果你有留意到我的文章 你会发现我是非常厉害的费曼 不是因为费曼有多出色 是因为他对科学的态度 他对科学精神的看法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学习 这本书是由一个非常出名的 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 Laurence Krause 写的 他同时也是很多本科稿 书籍的作者 他经常去讲一些上电视 讲讲座 甚至是去参与一些辩论 所以他 是非常称职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书 穿插废曼一身 和其他废曼传记不同的地方 就是 作者是尝试 看完废曼所有的论文 才写这本书 而你看下去的时候 基本上你觉得你是在看物理书 因为每一段 你感觉你不是在看废曼的传记 你是在看一个 物理在废曼一生里面 那半个世纪里面的一个进度 你是在看这个 所以是由一个物理理论 真是物理研究的角度去出发 去写废曼传记 是非常新鸣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那在这本书里面 而且我非常之推介的 就是不是说不好 但是就是 他就是 讲解了很多的 物理理论 而且是非常前沿 因为它叫做quantum man 就是说量子力学 整本 那所以有时候 可能会看得比较吃力的 我觉得 我自己也会看得比较吃力 有些chatter 我都要重看几次 我才能看得明白 说些什么 但是我觉得 对于一个普通的 就是不是做物理学研究的人来说 是非常新奇的 这本书会觉得 因为他也是讲解了很多物理理论 讲解了很多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 而且我很喜欢他一个 写的手法是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作者本身是一个科学家 你看到每一个chatter 他最初 作者是在问问题的 而不断不断写下去 都是作者是由 废曼那段时期 去为什么 去讲一下 废曼是问了什么问题 或者废曼是给一些 什么问题 去吸引到 废曼去研究这个题目 不单止是粒子物理学 不单止是particle physics 废曼的 如果你知道的话 废曼拿到贝尔奖的原因 是因为 废曼对于量子电动力学的贡献 这就是粒子和光之间的关系 如何去计算或者描述粒子和光之间 物质和光之间的互动 就是叫做量子电动力学QED 而废曼的贡献就是 他发明了一个计算这些基本原理 以及去理解这个粒子和光的互动的 非常之有用的方法 叫做路径积分Path Integral 而这个路径积分的表达方式 就叫做 现在叫做Feyman Diagrams 就是这些 你在大学那里知道 应该有学过的 不会有读物理的话 没有啊 都应该有听过 如果没有听过就提这本书就知道了 所以我是非常欣赏这个科学手法 因为我认为可以告诉别人 科学的一个重点 最大最大的重点 当然是想回答到问题 当然是想回答到一些关于我们大自然 我们世界 我们的宇宙的一些基本根本的问题 而废曼的当然是想解答一些关于 物理学最前沿的一些问题 但是有时候呢 问对问题呢 可能给 找出答案呢 是更加学到多东西的 那当然两个东西都是 问对问题 和答到 找到对的答案是最好的 但是在科学里面呢 你要看到 废曼不是说 好像真是一个神 构有失败的 在里面呢 是说了很多废曼的一些 很沮丧的时期 为什么他沮丧呢 说出为什么 他研究这个方向 有什么好处 或者不好处 都有说完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之以科学家的角度去 的角度去写的 这本传记 那所以呢 我 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 我的文章的话呢 我是非常之 热销废曼之外呢 我是最热销的 就是他那种科学态度 他那种科学精神 就是我们 科学里面呢 不是得成功的 科学里面 基本上是大部分时间 都是 都是失败的 但是那些失败呢 不代表是没用的 一个错 一个 negative result 其实是告诉我们 这个方向不对 我们又 排除了一个 错误的方法 我们 其实是通向成功的 一种 一种方式来的 在科学里面 错误并不可怕 不断去更新我们的思考 客观地去问 新的问题 才是科学的精神 那在废曼 和这一本废曼的传记里面 都是表达得临尼尽止的 这个精神 那 所以我非常推介这本书 你看的时候 基本上你不觉得 在看一个传记 你是觉得 在过去那半个世纪以来 的理论物理学 如何发展 的一本书来的 所以我是非常推介 非常好看 那 不过 这本书我在香港的成品 卖的 160元 几年前卖的了 不记得了 几年前 应该还找到的 应该是 还得英文版 没有 我暂时 以我所知 没有人反形成中文 不过 可能是因为这样 其实我也看得挺开心的 因为始终 有时候在科学 看英文会好些 对不对 当然 有些 就是 英文有时候讲开 废曼的新评的话 就可能 看中文会好些 不过 不过 这本书 是真是一本 非常之好 去 理解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 科学发展 特别是粒子物理学 就是废曼贡献的 这一本 科学好书籍 所以我非常推介 那 下次 我就会再和大家 推介其他书 不过 我的打收系列 大家都知道了 出片 比较慢 因为看书需要时间 对不对 所以希望 下次我尽快 看到一本好书之后 再和大家推介 这次先说到这么多 拜拜